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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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入一个秘密高级的制毒实验室 男主看到了这些高端的实验设备 露出小孩子看到玩具时的喜悦 直接就大脑高潮 扎基叔完全看出了男主对化学的热爱 这可是他引以为傲的唯一专长哦 紧接着 扎基叔表示 每周需要200磅的冰毒 做足三个月就给你300万美金 而且工作时间自由哦 靠腰哦 男主也想低调 偏偏实力不允许啊 扎基叔打铁趁热 接着说出男主心中的顾虑 男人的责任就是养家糊口 即使不受尊敬不被爱 他还是默默的承受一切 无怨无悔 只能说善于操纵人性的扎基叔 已经完完全全的抓住了男主的痛点 只要把制毒的理由推向都是为了家人 那男主就再也没有理由拒绝制毒了 好了 故事来到空姐这一边 她与泰德老板前后回家 准备来场翻天覆雨的造人行动 这时 玛丽突然间打电话来 倾诉关于汉克性情大变的事情 还说啊 上一回她在墨西哥直视死亡 这想必会改变一个人的 听到这里啊 空姐不禁的想起了癌症的男主 自己是不是对老公她不体谅了呢 回到家后 空姐做家务时 无意间发现了男主的一大袋现金 这是正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钱啊 看来啊 老公当毒贩也不是那么坏的事嘛 到了晚上 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这画面的分镜展现了夫妻之间的貌合神离 这时啊 空姐主动的打破隔阂 允许男主抱抱女儿 唉 看那个男主感动的差点要哭了出来呀 她虽然做了不少错事 但爱家人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 眼看两夫妻计较和好如初 不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一早啊 空姐发现男主已经搬离家中 不仅拿走了那一袋钱 而且还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名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吗? 看来啊 男主听了炸几书的一发肺腑之言后 便决定与家人脱离关系 然后专心制度去了 画面一转 男主和杰西相约在律师楼谈判 作为代表律师 索尔向男主提出了杰西的条件 日后所有收益一成归男主 当作分红 此刻杰西还不知道 男主已经决定重出江湖 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她嚣张 这时啊 男主把之前那一半的钱还给杰西 并撂下一句狠话说 这将会是你在这一行赚的最后一桶金了 到这个时候 杰西才终于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发现自己被利用的她恼羞沉默 最终又与男主搞得不观而散 故事的最后 在基督局这一边 同事们为汉克的搭档搞了一场欢送会 此刻 汉克内心肯定不好受 自己因为恐惧而放弃升职机会 结果机会给了别人咯 如今 RV休闲车这条线索又越来越迷茫 反映真的什么毛也查不出 那自己就真的是会成为了笑话 秉持着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的理念 汉克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只见 他来到片头的那间房间 调查关于 RV休闲车失窃的事件 结果发现原来这里正是康宝的家 那时他偷的并非路人的车 而是自己母亲的车啊 我们都知道啊 可怜的康宝后来在街头被人射死 难道说整件事情就这样死无对症了吗 才不能 汉克接着去到康宝的房间 结果发现他与杰西的一张合照 而这一集也就这样结束 先说说男主与杰西闹发的事情哦 两人虽然一开始就八字不合 这一次却是吵得最凶的一次 男主纠结杰西用了他独有的蓝色冰毒配方 而杰西则认为啊 两人本该就是平等的关系 配方应该是共享的 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 男主除了要钱 他其实更加在意的是自己所创作的那一份成果 那一份骄傲 换作是其他人配方备用 他大可以静静坐在家里收专利费就好 根本就没有必要亲自制毒 另一方面谁也没有想到啊 汉克竟然靠着自己的直觉 摸到了杰西这条线索 再接着查下去 他迟早会发现海森宝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近在眼前的男主 所以说 早已成为一起的男主和杰西 如果再不团结 那就只能够等着被抓咯 接下来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下去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解说的话 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